今天呢,我拿到了一个i7的软路由 就是这个啊,我现在正在放着了 所以呢,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i7的软路由,这么高的一个配置的软路由 它性能到底怎么样呢 什么人会用到这么强的一个CPU的性能的一个软路由呢 这是一款i5的1135G7的软路由 六口的,都是2.5G的 然后这边呢,这是反面的接口 这是正面的接口 然后我们对比5105发现 i5的竟然比5105的还要小一点点 打开后盖,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 两个DDR4的内存 这是M2硬盘 原本它是支持2242的这个固态硬盘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加一个这个扩展板 这个小板子 然后加上这个小板子 我们就可以安装标准长度的2280的M2的硬盘的接口了 这个M2的速度呢,是乘3的速度 SATA的数据线接口和电源接口 鲁大师的总体分数呢,是598772 这个因为我用的内存和硬盘的比较垃圾 所以呢,总体的分数呢,是可以有待提升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CPU的分数呢,是在41万 显卡的跑分呢,是在6万7 通过鲁大师检测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11代的i7的1165G7 2.8G赫兹的四核八线程的 我用的这个内存的比较垃圾 然后是一个杂牌子的,还是2400的 硬盘呢,是一个三星的256G的M2的固态 硬盘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接口是PCIe 3乘4的 但是正常的情况,很多的这种软路由 他们的这个速度都是PCIe乘2的 然后比如说5105就是乘2的 那也就是到i7,i5,i3的 这个版本的都是乘4的 所以这个速度肯定是很快的 硬盘的尺寸呢,是2280标准的NVME协议的M2的硬盘 网卡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英特尔的i225V的 然后这是6个网卡 打开CPUZ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处理器 这个TDP功耗是28瓦的 是四核八线程的 这是英特尔的10纳米的工艺 然后我们来测一下这CPUZ的一个跑分 整个跑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CPU的温度大概维持在50度左右 有时候还不到50度 单核的成绩是573 多核的成绩是2652 我们找到一个桌面级的CPU i7的7700K 它也是一个四核八线程的 这个低功耗的CPU它的跑分呢 跟这款i7的7700K的桌面级的CPU跑分差不多 单核的性能要比i7的7700K还要高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主板和CPU的温度呢 大概就是在50度左右 因为呢我刚测试完鲁大师的一个跑分的情况 看到这个CPU的功耗现在是待机的时候是5.2瓦吧 是CPU的单烤 然后我们可以烤机的情况的时候呢 CPU温度可能会高一点 最高差不多在90度左右 95度 有时候会到98度 那毕竟是一个i7的CPU 还是被动散热 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好去加一个外置的USB风扇 但是呢大家在买这个设备的时候 是送一个外置的USB风扇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功耗呢 最高是到29瓦 30瓦的这个水平 在OpenNumber 2的CMARC跑分里边是171508的分数 大家要知道5105的跑分也在7万多 我这边呢也做了一个对比的表格 这是4125 5105和这个i7的1165这期的 这一栏是CMARC它的跑分的一个对比 4125是5万6 5105是7万5 那这个i7呢直接飙到17万了 鲁大师呢这个对比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鲁大师的这个跑分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啊 这个是单核跟多核的一个对比啊 然后4125的单核是209 5105单核只是比4125强了一点 但是i7的这个直接就是他们的这个三倍了啊 所以呃这是多核的性能性能 多核的性能也是5105的三倍 所以但是它的功耗大家可以看到功耗呢 其实也是5105的三倍 呃这个是满载的功耗就下方呢 我也做了一个对比图 这个是CMARC它的一个跑分 这是4125 5105 这是i7的啊 这个直接就就超它一倍了啊 然后往这边 呃鲁大师的这个跑分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啊 性能强大的同时功耗也就高 功耗高的话 它的发热量也就高 所以呢 像这个机器的还是必须要配一个 那种大一点的12寸的那种大风扇的放在这个散热板上面 对于散热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于散热的流程